在Windows作业系统中 核心驱动程式常因为漏洞而被恶意拦拥 为了抵御这些类型的Windows核心的攻击 微软部署的多道防御措施 然而有了这些科脑的防护设计 变安全无律了吗 让我们展示欢迎ADR带来的演讲 嗨 大家好 那在整个议程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在学校的作业系统老师跟我们说 Kernel层的记忆体用的就是物理地址 我想提出来这个问题 难道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对的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的吗 是或不是 那你可能懂自成 但是你可能不懂地址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 在Windows最新的作业系统 Windows 11的最新版本更新中 22H2之后呢 Windows宣称Windows 11是有史以来最安全 最有保护 甚至它的保护等级 达到了Hypervisor等级的保护 它的Defender等级 用到最强的Kernel层的保护 那它的保护做了三大设计 那这样的设计够用吗 那我们会在最后用ROP的方式 来完全地绕过 用合法合规的方式 绕过按照微软的游戏规则 来绕过微软的Kernel防护 好 那大家好 我是马胜豪 那我目前在TX1 Network 担任资深的威胁研究员 那我在Windows这一块的内向工程 有超过十年的经验 然后我精通的是X86 热爱X86跟漏洞技巧 还有一些编译器跟作业系统的实现原理 那此外 我在去年的Bladehead USA 跟之前的Devcon Cold Blue Hacking Box 在HitCon都有分享过演讲 那我也希望能够在台湾打造一本就是 属于台湾版本的Windows Windows Internal的书 所以我在竭尽所能的把Windows相关的攻击知识 整理成一本叫Windows APT Wolfware的书 在今年的两个月前刚上市第二版 那也很荣幸 就是这一次有机会跟博硕出版社合作 然后所以 刚刚我的经纪人应该有先给大家 就是博硕送给大家的一个第二版书的书签 这样子 那在这个议程的最后呢 我会就是如果我时间够啦 够QA的话 那我会发三本 就是博硕说要送大家的书 就是送三本出去 OK 好 那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Outline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现在微软 由整个微软的作业系统体系 提供给安全厂商所使用最高规格的 叫Hypervisor等级的保护 那因为微软已经开始引入 在作业系统里面引入了Hypervisor等级的保护 那你觉得这样够用吗 那所以其实我们要先提在整个里面 未避免一些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 在现代化Windows 10以后 现代化的作业系统的Kernel Punk 是怎么进行攻击的 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 目前在像是Black Energy之类的 Rensenware家族有使用过的 Bring Your Own Vulnerable Kernel Driver的攻击手法 是怎么利用 现代的Kernel作业系统问题来进行攻击 那主要的攻击手段有哪些 那为此微软提出了三大的 基于Hypervisor的保护 分别是SMEP Kernel Mode Control Floor Guard 跟我们的KSOR还有HVCI 这样四个对 四大保护 那它都没办法 就是在整个工房的过程中 微软都尝试在做出新的Kernel等级的保护 然后骇客还是找到了新的方法来做绕过 那最后呢 微软提出了一个标榜最新的安全的保护模型 叫做HVCI 是基于 它认为说Kernel层经常被滥用 那我们就把整个Kernel都用Hypervisor做Isolation 那它把整个作为系统内核 做了独立虚拟化来做保护 那我们会介绍 在Windows Internal 7第七版本的Part 1里面介绍到 我们新的这一套机制是怎么做设计 而且骇客怎么再次恶意利用 它的设计规则来完成绕过Hypervisor的侦测 那最后呢 我们会提出新的攻击手段是 现在新流行在去年TypeCon 也有提出的一些攻击新的手段 可以有效地绕过Hypervisor层的保护 OK 好 那稍微介绍一下 现今的Bring Your Own Vulnerable Kernel Driver 在利用KernelPunk的手段上面有哪些手段 那什么是Bring Your Own Vulnerable Kernel Driver呢 那基本上像是你们经常听到的 像维新啊 或者是Process Explorer 或者是BlackBite 他们的Ransomware家族就有使用到一些脆弱的驱动 一旦这些具有微软合法信任的数位签名的驱动 挂载到内核层的时候 它可能会暴露一些 就是像刚刚上一场讲者有提到 驱动可能会暴露一些不安全的NamePipe 或者是一些提供的通道 可以供任意的使用者 低权用户的使用者 都可以使用IoCTL 跟这些驱动程式进行交互 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 作为攻击者可以任意的去修改内核层的记忆体 来达到一些滥用的攻击行为 那这些滥用的行为呢 当然对于身为一个做Kernel Mode研究的人 当然最希望的是拿到Core Execution 那从最早期2014到2015CIA的Leak里面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最经典的攻击手法 就是Norm Point Derivance 就是说像我们都知道说 一个身为一个好的攻击 一个身为好的开发人员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Pointer 我们的指针 我们的Class 用完之后 一个Function用完之后 我们要记得把它的Pointer清成0吧 要把它清成Norbyte 但是你觉得Norbyte它就是安全的吗 那其实微软说 就是在Hike在CIA有说过 其实在Windows作业系统里面的内核层 搞不好NorPointer 它是可以作为有效的记忆体地址 所以在最早期呢 这种KernelPunk攻击的流行技巧中 最知名的就是NorPointer Derivance 身为一个骇客 我们可以以低权用户的身份 去用Virtual Locator 去Maloc一块记忆体 在记忆体NorPointer的位置 然后并且往里面写入Share Code 那我们只要发生作业系统的内核 有任何系统内核的请求 会去尝试引用到 去引用到已经被Free掉的指针 那就会呼叫到我们的Share Code 那你会说 不对啊 这个江泽 你是不是说的有点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 Windows 10以后 微软已经号称 已经patch掉这个NorPointer Derivance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为这个NorPointer Derivance 是为了提供给 它是一个向下兼容 Windows 16bit程式的一套架构 所以其实 微软在patch的同时呢 它开了一个新的后门 就是整台电脑上面 如果这台电脑是允许启用 16bitDose程式的情况下 这个Windows作为系统 会开一个独立的 叫做ntvdm.exe的process 这支process呢 你只要能够用DL Injection的方式 往里面注入 那其实你还是可以完成 KernelPunk的exploitation 那当然你会说 那身为攻击者 一定不只想要有一个 一招可以拿下call execution 那攻击者当然开始想到 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拿到更多的call execution呢 有 那其实早在 在RedCon的2017年的 这个Gate a physical with Type-C Windows 11的RUN 那这个东西乍看之下 看起来在打USB的问题 但它实际上在打的是 作业系统的内核问题 那其实这一系列的攻击研究呢 讲到了 其实你在作业系统的内核里面 有一张table 有一张指针table 叫做HAL Dispatcher Table的函数表 那这张指针表呢 你在Windows 它提供的功能 它是提供让你的 User Mode跟你的Kernel Mode 有一个交互界面 HAL.DL的交互界面 它可以提供像是 你在下NTDL相关的 Query系统本身的资讯 或者是硬体相关的资讯的时候 都会调用到这张指针表上面的内容 所以 其实现在的攻击原理呢 在拿call execution 这一块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攻击手法 就是我们知道说 作业系统内核成 有一张指针表 叫做HAL Dispatcher Table 这张指针表 那攻击者就说 如果我今天有办法用 Bring your own vulnerable driver 去往这张指针表 写入一个记忆体地址 写入一段内核成的share call 并且再劫持这张指针表 然后 我们只要在User Mode 完成 我们只要完成 劫持这张指针表之后 我们只要在用户模式下 以低权限的身份 去呼叫任何一个NTDL的API 就可以达成 在Kernel Mode拿到call execution 那当然我们现在讲到了 我们既然可以劫持指针表 那问题来了 我们的share call 要怎么写到kernel层 那这边就要提到 有一个 在内核层有一个叫做 K-user share data 在固定的位置数 它会固定保存 它是提供给WinDBG的一个slot的记忆体 那这个记忆体本身呢 它的功能就是 后面就是像是在我们2020年 我们的Angel Boy 我们的胖神 最强的胖神 那就有提过说 他在讲SMB Ghost的利用技巧中 他就有提到说 既然这个记忆体位置永远 叫做K-user share data的记忆体位置 永远固定在某一个记忆体位置 而且它可读可写 而且这个记忆体位置永远不会变 那我们就可以往里面写入share call 然后再把我们刚刚讲的HL的指针表 指向到这一个K-user share data里面 然后再做call execution 就可以劫持到内核的call execution的能力 那当然这个漏洞呢 在后面的SMB Ghost IBM的研究员的SMB Ghost的Explory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攻击手法 好 那我们稍微很快速的overview过去 现在的攻击手法里面呢 是经典的案例里面会有哪一些状况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user mode底下呢 其实我们低权限的user process呢 它可能会通过 从ntdl或者是从system interrupt的方式 去呼叫像是nore point的de-reference 或者是呼叫到ntdl的 ntquery interval profile的api 那就会进到系统内核成 就会有16bit的dose保留的记忆体位置 nore byte 或者是我们的K-user share data 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windows7以上会有HL的指针表 跟windows10有另外一张ntdl所导出来的HL的指针表 都可以做劫持 那我们讲到这边为止 一旦完成 我们只要有办法拿到coals的cution 就会牵涉到另外一个新的问题 既然我们都讲windows作业系统 有提供MNU有记忆体管理的单元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我们kernel层现在知道有一个记忆体上面 有share code内容想要执行 一旦执行下去这一段share code 那晶片是怎么取出这一块share code的记忆体内容呢 实际上在这边会发生一个叫做page4的机制 就是在作业系统层你任何的记忆体指针 一旦想要被拿出这些share code上面的内容 物理地址上面的内容的时候 它就会从作业系统层发出一个page4的行为 那这个page4的行为呢 会触发Intel CPU的一个叫做 Virtual Address Translation 叫做虚拟地址的记忆体转换的流程 那这个记忆体转换流程就会对应到物理地址 从我们的作业系统管理的虚拟地址 通过这个Virtual Address Translation的过程 就可以计算到正确 晶片就可以通过这个计算流程 找到真正这一段Virtual Address所对应的物理内容 存在你这台记忆体里面的room的哪一块 然后把它取出并且执行 OK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现代化作业系统呢 如果是Intel的CPU 你在CR0跟CR4各自会有一个PGE flag跟PAE的flag 你需要去启用那就会进入到 并且你在启用了CR4的时候呢 就会告诉Intel的CPU说 我想要使用这一套虚拟地址的记忆体管理设计 那除此之外你还需要开LNE的设计 那就会进入到一个叫做48bit的Adress的转换过程 那这个东西我们会称之为PML4 好 这边讲到这边为止呢 身为我们这种对Windows不熟的人 一定会想说那你讲PML4是什么东西 好 那PML4呢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画的64bit的作业系统呢 64bit的作业系统呢 我们任何一个记忆体地址都是64bit的 那这64bit呢实际上可以切成 从我们的第63到47bit是Intel自己CPU保留 不可以使用之外 接下来呢47到39bit 39到30 30到21 那21到12 这你任何一个64bit的Adress Adress都可以切成 88884个8的bit 然后这4个8的bit正好会是 这一组叫做PML4的指针表 4级指针表 那它会作为这4个bit 这4个8bit的Index 就会作为我们的索引值 去查询这4级指针表 那最后通过这个固定的计算流程 我们可以从PML4 就可以从任何一个Virtual Address 虚拟地址就可以通过这张表 最后定位得到你这一块虚拟地址 所真正拥有的内容 存在你实体记忆体的哪一块位置 好 那这边你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今天A Process跟B Process 拥有同一块记忆体 可是我们身为写过程式的人都知道说 我们不同的Process 对同一个记忆体的意义 或者是存放的内容 可能就不一样嘛 那所以你会说 讲者你是少讲了什么东西 没错 那我少讲的东西是 PML4这个东西呢 其实源自于会有一个叫做 CR3的Register 那这个CR3的Register 就是由Windows作业系统会管理说 就是你今天一旦发生 Page 4的这个行为的时候 那你为了能够作业系统 Windows作业系统 为了能够告知CPU说 当前是A Process 还是B Process 还是C Process 那每一个Process A B C不同的Process 对同一个记忆体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 其实英特尔的CPU会定义说 你只要把你当前是A Process B Process C Process的Diabase 存放在CR3这个Register 就可以告诉英特尔CPU说 一旦Page 4的发生 要进行Virtual Adjust 转换的时候 你必须告诉我 你是A B C哪个Process 那我就会根据 你是不同的Process 来切换到不同Process的Context 来取出不同的记忆体内容 如此一来就可以达到 有效的Process的Isolation 那这边要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你这边只有讲到说 记忆体的内容怎么取出来 是通过这一张叫做PML4的四级转换表 那你会说 诶 讲者 可是我们在使用 我们从Windows XP 3以后 我们就知道说 Windows有提供Virtual Protector Virtual Allocator 可以指定 每一块记忆体的内容 它的属性是不一样的嘛 它可能是可读可写可知型 或者是可读不可写 这些状况 那这些东西是怎么 由英特晶片来决定的呢 实际上在我们PML4这张表 你一旦把1 2 3 4 4个index 最后查询到最后一张表的时候 四级纸表的最后一张表的时候 你会定位得到一个叫做PTE的结构 那这个PTE的结构 长得像右上角那样子 这张也就是说 作业系统 一旦你呼叫了Windows的API 像是Virtual Protector这些API 设定一块记忆体的属性的时候呢 实际上 作业系统的内核层 会去修改这个Virtual Adresse的PTE的结构 来控制当前这块记忆体的属性 到底是可读 可写 可执行 还是US Mode 是User Mode 还是Supermiser Mode 它就是用户模式 还是内核层的记忆体 这样的属性 好 那到这边为止呢 帮大家安利完一点点的 Kernel Pump基础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稍微来理解一下 Virtual是怎么发起 新一轮的Kernel层的保护 好 那你现在就会问说 那最新版本的Windows 11呢 到底有提供哪些 内核层级的保护呢 Windows其实在Windows 10的Rs2 170三版本以后呢 那时候Windows的 那时候还不是使用Virtual Adresse 那时候的Windows Edge 还是使用MS Edge 还是使用Traklar Adresse 那时候的流览器被打到怕了 就是傍兔拿满拿好 那就被打到怕了 那他就说 不行不行 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们要提供一些内核等级的保护 来保护我们这些User Mode Process 不可以被修改这样子 那 它其实呢 在Rs2之后呢 它其实推出了 分为用户模式下的保护 像是ASR ACG CEIG CFG 那这些都是大家 在Windows 10以后 经常听到的新的 Program的 Exploid的保护 那当然还有传统的 像是DEP ASR SAVEOP 或者是SF EH 我们这些就不提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 其实在Kernel层 它其实在Rs2之后呢 其实也有提供Kernel层的 一系列保护 那这套保护呢 就像是我们讲的 KSOR 这Windows 10的中年庆版本 的保护 那这套保护之下呢 总共有 一二三 有HCVI SMEP Kernel Mode Control Flow Guard 这三样东西 来建构起 整个Kernel层的保护 那我们接下来一一谈 每一个保护 是怎么被设计的 那 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是 在Windows 10 10的中年庆版本之后呢 虽然Windows 作业系统的内核 会根据 记忆体随机化保护 来做随机的漂移 那可是这个东西 其实如果我们是要答 本地提权问题的话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 一点都不是问题 因为早在Blackhead USA 2012的这一篇 叫做Easy Local Windows Kernel Pump 的这篇文献里面 就有提到说 像是我们讲了 整个作业系统 既然要开机 那作业系统的Kernel模组 一定是第一个 被挂载起来的Device 所以其实在这一篇 Blackhead USA 里面就有提到说 你只要使用 在User Mode底下 你只要使用 Emulator Device Driver Device的 这个函数 你用用户模式 一般的低权用户的身份 你其实只要拿 第一个Device 它的Handle值 就固定会是当前 记忆体随机化之后的 NT Kernel Module的 印象机制 OK 那KSR其实不是什么问题 那其实微软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说 那现在不行 大家都打到Kernel Pump 打进我们的Kernel Pump了 那我们要有一些 有效的晶片防御等级的东西 来保护我们的Kernel层 那怎么做保护呢 那如果你有看过 Intel的指令集的话 看过Intel给开发人员的 手札里面呢 就有提到说Intel的CPU在 它会有一个叫做SMP的功能 是用来保护 就是你只要设定的 这个叫做Intel的SMP的保护 你只要通过当前的 CR4的Register 去设定说 你的SMP这个Flag 把它设成True 那Intel的CPU 就会随时随地地 只要监控到当前 我们的执行序 其实是一个内核执行序 而不是一个用户执行序 那如果我当前是处于用户 我们是处于Kernel mode执行的状态 理论上我们就不能够去执行一些 User mode的内容嘛 那很有效 那当年那个时候呢 你会说 那其实这个CR4 其实你会说用户模式 我们的Kernel mode Threads 不可以执行 在开了这个SMP之后 我们的Kernel mode Threads 不能够去执行用户的Share memory 那其实这一招就有效地挡掉了 Nor Point Derivance的攻击 那不过呢 骇客就说 骇客就说 那其实我只要把这个CR4 这个Register 我们自己把它清成零就好了嘛 就是既然我们的作业系统 可以把这个CR4的这个 这个Flag启用 那当然骇客也可以在Share call里面 塞一段小小的Share call说 我们把CR4清零就好了 好 那所以后面呢 其实在这个VBS 为什么VBS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我反而说 好 我用Hypervisor来监控 一旦整个执行序里面 当我的整台Windows作业系统 跑起来的时候呢 有人想要去控制我的CR4 想要写入我的CR4 你就必须自动BSOD 那其实这一招确实有效地阻挡 控制我们原本不能够 使用用户模式的记忆体 用作我们的Kernal Mode指引序的 要跑的指引程式内容 但我们现在做得到 那当然 微软设计的这套防护 有效抵御之后 可是其实你下一个问题就会问说 Intel的CPU到底是怎么知道 这一块记忆体到底是用户模式 还是内核模式的呢 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PTE刚刚那一组 PML4的记忆体 PML4的那一张四级指针表 的最后一块PTE结构 会记录当前这一块 Virtual Address的内容 到底是属于用户模式 还是属于内核执行模式 那所以其实在像是 IBM的这一个 SMB Ghost的Explorer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做法就是 你会说 它先把Share Code 全部写上了 我们刚刚讲的 K-User Share Data里面 然后并且 K-User Share Data 如果是不可执行 或不可写 那我们就把它转成 可执行可写 并且把它的US Mode PTE结构上面的US Mode 设定成内核可执行的状态 那我们再把Core Execution执行 通过SMB的Explorer 去控制Return Address 去执行我们的这一块 这一块记忆体 内核层的Share Code 记忆体就完成Core Execution OK 那除此之外呢 刚刚其实我强调一个大重点 就是PTE结构上面 记录了当前的 Share Code的记忆体内容 到底是属于用户模式下 还是内核执行模式下 所以其实有很多 很多身为Kernopunk的 打法的玩法就会说 那简单啊 我只要在用户模式下 随便申请一个 用户的记忆体位置 然后我们使用 任意的记忆体写入 去控制我的PTE结构 把我当前这个 应该是属于 User Mode申请出来的 记忆体内容 我们把它的PTE结构 设定说 它其实不是一个 用户模式下的记忆体 它是一个内核执行的 Share Code记忆体 那你只要把它呼叫起来 这个Share Code 就会自动被提权成 Curnal Mode执行 那 针对这一点呢 微软就说 好 那既然你会通过 这样的手法 通过把你自己 Share Code的 Share Code的内容 Share Code的PTE结构内容 控制成 它看起来像是 内核可知性的 Share Code内容 那现在微软就说 好 可是你申请记忆体 如果你是用户模式下 申请出来的记忆体 你的记忆体位置 不可能拿得到 它的Address的记忆体分布 会刚好 会在User Mode底下 所以微软就会说 我只要check你的 你的Address 它就设计了一套新的 叫做Curnal Mode Ctrl Floor Guard 会在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NTDL的HL的那张指针表 一旦HL的指针表 被截持的时候 Curnal层那张指针表 被截持的时候 它就设计了这一道保护说 我在这个路由函数上面 监控 如果我现在 明明是在Curnal Mode的 这个NTDL的API 我在Curnal Mode 我应该要执行的是 Curnal Mode的Core Pay Function 但是现在却执行到一个 User Mode的Address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东西确实不是 我们应该执行 在内核模式应该执行的东西 它检查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检查你的Address的开头 是不是四个F 如果不是 就代表你可能是 用户模式下的Share Code OK 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现在遇到的状况是这样子的 就是目前整个 Curnal Mode的防护 我们现在人在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是一个 低全的User Mode Process 并且我们想要打穿的是 Curnal Mode想要塞Share Code 记忆体并且执行 然后同时也要能够过 我们的Intel CPU的检查 那整个内核的保护 现在设计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User Mode底下呢 我们可能一样通过使用 我们用任何的Windows API 然后可以来发起请求 发生System Interrupt 来攻击我们的内核层 那像是我们前面讲的 16bit的DOS模式 我们必须注入到 NTVDM.EXE这个Process 我们才可以用 NOR Point Delivery 不过实际上这一点 如果我们尝试要做 跨化式的注入 很容易被防毒软体监控到 那这个不酷 我们要找一个更酷的方法 那你会说 那像K-User Share Data 现在变成直可读的状态下 那其实最棘手的问题 是什么东西 最棘手的问题是 现在这个 我们原本的攻击手法是 我们只要能够往 我们无论在User Mode 申请记忆体 或者是在内核层申请记忆体 我们只要能够劫持HL的这张指针表 然后并且控制它 这张指针表把它控制 到我们自己的缺扣地址 那我们就可以完成 Core Execution 不过呢 现在K-User Mode Control Floor Guard会说 不行哦 你的记忆体地址必须是 如果我现在K-User Mode的指针 想要去呼叫K-User Mode指针 你呼叫的地址 Destination必须 一定要是K-User Mode Address 那这一点要怎么绕过呢 好 那就有人想了一个问题 就想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既然我们在打的问题啊 我们通常拿下K-User Mode的写入 我们通常都是通过K-User Mode的 有漏洞的K-User Mode Driver 来进行攻击嘛 那K-User Mode Driver本身的程式码 算不算一种K-User Mode的记忆体呢 答案当然一定是的嘛 你都把整个K-User Mode 挂载到K-User Mode了 所以K-User Mode Driver的记忆体 当然会属于K-User Mode的记忆体 所以攻击手法就是 如果我今天一样可以使用 记忆体任意写的方式 先控制说 我可以先控制说 比方说我先挂载一个 Dale的Explory Dale CVE 2021的一个Explory 是Dale的脆弱驱动 然后我们先把它的 点Data区段 变成可读可写可执行 并且下一步 我们去把我们的Share Code 写到这一段点Data段 并且在User Mode底下 呼叫AntiQuery InValue Profile 去执行我们的 我们去劫持指针 然后去执行我们这一个 在点Data段的Share Code内容 我们就可以完成 最终就可以完成 绕过所有的保护码 就是包含了K-User Mode的 ControlFloat Guard 跟SEP的保护 全部都绕过了 OK 那这边一个小的Demo 长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说 我现在尝试在桌面上 在最新版本的Windows 11 有Open跟RunAdministrator 我使用最低权限的方式 进行执行我们的POC 它目前已经成功地 把KernelDriver 给挂载到记忆体里面 并且把Share Code 写入到那块记忆体地址 这边我们使用WinDBG 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地 把点Data段的记忆体内容 塞上了KernelMode的提权Share Code 接着只要我们一旦 把这一段Share Code 执行起来 按下Enter执行起来 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成功地提权 就可以拿到KernelMode的 Core Execution 执行到我们的 点Data段的Share Code 记忆体 那成功地拿到 NT Authority OK 那讲到这边为止 你会说 诶 等一下 讲者你不是跟我说 应该有三个保护吗 你怎么骗我 你刚刚跟我说 明明应该有HVCI SNEP跟KernelMode ControlForgard 你现在只有讲两个 这哪叫全绕吗 对不对 好 我确实少讲了一些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 Windows的HVCI Hypervisor Protect 的Core Integrity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实作的 那在介绍这个东西之前 要先帮大家恶补 Windows当代的Hyper-V 是怎么做设计的 那先帮大家 带一点点简单的 Hypervisor基础 那其实回到整个攻击的 所有的攻击手法里面 你可以看到 微软最想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骇客都可以去控制 这个叫做PTE的结构 在这一组PML4的指针表 四级指针表的最后一个结构 PTE结构 会记录当前这个记忆体的属性 到底是可以在内核层执行 还是在用户层执行 或者是它是可读科 且可执行这个问题 所以所有的KernelPunk的攻击行为 都围绕在这个PTE结构 是可控的 攻击者可控的 所以微软就说 不行这个PTE结构太坏了 我要好好的守护它 我用Hypervisor Level 来守护这个PTE结构 那我要怎么防呢 好 那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简单的Intel Hypervisor基础 那Windows的Hyper-V 实际上是经由Intel的 Intel本身的Hypervisor的指令杂 重新实作封装成一系列的API 提供给开发者 或者是一般的开发人员 使用的一组API 叫Hyper-V 那我们这边先介绍 叫Intel晶片的Hypervisor 比方说像你现在有一台电脑 有一台Windows 11的最新版电脑 你现在这台电脑上面 总共跑了 开了Hypervisor 并且开了三台虚拟机 叫做第一个虚拟机 现在在1000的位置 那第二个虚拟机在3000的位置 第三个虚拟机在5000的位置 所以我分别在我们的记忆体 我们的物理的记忆体上面呢 在1000 3000跟5000 总共开了123 三台虚拟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说 在我们的任何一个虚拟机里面 都是独立运作的状态 那任何一个User Mode 假设这个虚拟机里面 有一个User Mode的记忆体地址 想要取出内合成的物理记忆体地址 300的记忆体位置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说 像我们位在于3000的记忆体位置 这边他想要拿物理的记忆体地址 3000 那他就会去问说 那我现在实际上在 这整台电脑里面 我知道我是虚拟机 那我想问的是 我整台电脑上面 我这个3000的记忆体位置 或1000 或者是2000的记忆体位置 到底属于这整台电脑上面的 哪一块记忆体地址呢 他就会发一个请求去问 这个叫做GPA 叫做GEST的Physical Address 然后它必须被转换成 System Physical Address 通过我们的Intel的Slate表 二级的转换 二级指针转换表 那他就会发一个请求去问说 当前的Virtual Machine Control Structure VNCS问说 当前我的物理地址 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我是虚拟机 麻烦你告诉我 我当前这块虚拟机的物理地址 存在于整台电脑上 host上面的物理地址 是什么地址 那实际上呢 他问完之后 他其实就只会帮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 他就是说像你第二台虚拟机 当前处于300的记忆体位置 然后你想要拿300 这个记忆体地址里面的3000 他就会把这两个数字一相加 就告诉你说 他其实就是303000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取得到正确的 虚拟机对应于 host上面的正确的物理地址 拿出正确的记忆体内容 OK 那其实你刚刚会讲说 那个东西VNCS 看起来太简单了 那我们想要讲一下 Details是怎么做到的 那实际上呢 你可以看到说 你可以看到说 像是这样子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台电脑里面 我们现在有一台电脑里面呢 尝试在用户模式之下 我们有一个虚拟机跑在这边 然后我们在用户模式下 尝试去拿100的记忆体位置 然后要去拿 在1000里面去拿物理地址1000 那其实中间这一块呢 在虚拟机里面这一块 在所有的记忆体指针的转换 都会经由我们刚刚前面介绍过的 这个叫四级指针表的方法来做转换 而是在整个虚拟机最后要取出 我们当前这个虚拟机内的1000的记忆体 要去跟VNCS的结构里面去要说 我的物理地址到底是多少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黄色的这一块 是我们所谓的英特尔的SLED表 这个英特尔的SLED表 你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就是 还是由英特尔定义的 12344级指针表之后再多叠一块指针表 它说英特尔就说 很简单啊 现在你想要控制一个 控制一个虚拟机里面的PTE结构 不可以被乱改 那我就帮你的PTE结构 再设计一个新的PTE结构 叫做EPTE的结构 那它最后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VNCS就会 如果你现在在虚拟机里面 想要去ASUS你自己的1000的记忆体位置 那就会去查询EPTE结构上面 取出当前这个GAST的EPTE的结构 那这个EPTE的结构呢 你可以看到它最后就会回应给你 当前这一个 你现在属于这个虚拟机的 物理记忆体的Physical的最值多少 然后回应给你 你就可以拿到整台 HOST的电脑上正确的物理记忆体地址 那除此之外 你可以看到像是 我们的EPTE里面也有记录说 像是当前这块记忆体结构 是虚拟机里面的记忆体结构 到底它是可读可写可执行 这个记忆体属性 也是可以在EPTE里面做设计的 所以Windows就想说 那我可以利用这个特性 说假设虚拟机里面的EPTE 虚拟机里面的记忆体属性 被偷偷修改了 被骇客用内核等级的漏洞修改了 没关系我们用Hypervisor来检查 如果Intel CPU发现 你现在要执行的一个share code 本来应该是user mode 但是在EPTE结构上面记录 它其实原本应该是user mode 但是它却被改成了内核模式 没关系我们在EPTE这边可以看到 它原本的状况应该必须是用户模式 所以Intel CPU可以通过检查 虚拟机内的PTE结构 跟虚拟机外的EPTE结构来比对 是否这个记忆体属性 有偷偷被修改过的痕迹 如果有我们就BSOD OK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整个转换过程 你可以看到如果整台电脑上面 有成千上万个记忆体指针 都需要通过EPTE来做转换 那这个效能太差了 所以实际上呢 在现代的Windows设计里面 它不会使用完整的整个slate表 除非你真的想要开虚拟机 不然不会用到刚刚那整个很复杂的结构 它只用到了EPTE的结构的特性 就是说在Windows 11的最新版本 如果你把HVCI的保护打开的时候呢 实际上除了传统的NTOS Kernel之外呢 它现在在Windows 11多开了一个 如果你这个防护 Hypervisor等级的保护有启用的情况下 它会多开一个新的process 叫做Secure Kernel.exe的process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原始经常在被打KernelPunk的 都是这个叫做NTOS Kernel.exe 它现在多开了一个叫做Secure Kernel.exe 那它的做法它做了什么事情 那它说好 我想要一样做到 把整个NT Kernel做容器化保护 做虚拟化保护 那我要怎么做保护 可是我又不想要把它真的 跑在一个虚拟机里面 那我要怎么做 那微软就说 我很聪明哦 我现在超聪明的 就是如果NTOS Kernel 我们知道通常会被修改 或者是被攻击的 都是NTOS Kernel里面的记忆体内容嘛 那它就说好啊 如果我一旦在我们的Windows内核 NTOS Kernel 要尝试开一块新的记忆体 比方说我们要挂载一个新的Kernel Module 那要挂载上来的时候 它就会通知我们的Secure Kernel.exe说 你帮我去用Hypercode的方式 用虚拟化指令的方式 告诉英特尔晶片说 你要帮我设定 现在我挂载到系统内核的 这一块记忆体 应该是用户模式 或者是应该是内核模式 或者是只可读不可写 这些状况 来有效的通知英特尔说 你可以比对PTE跟EPTE的差异 来检查是否有攻击发生 OK 那你会说 这个东西有没有任何文献 有 在Windows Internal的第七版里面 就有提到说 其实像是我刚刚提到的 一旦你的NTOS Kernel 你的当前容易被打的NTOS Kernel 要挂载任何驱动的时候 他就会发一个 他要发一个ALPC的通知 去告诉我们的 Secure NTOS Kernel说 我现在挂载一个新的驱动起来 那这个驱动挂载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进到上面这个函数 这个IDA的函数 里面会去呼叫到 最后会去呼叫到 这个叫做 HV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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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函数 那这个里面就会去呼叫 英特尔本身的 HVLP 的OP 那这个HVLP 的OP 会检查当前要去呼叫 这个HVLP 的人 他必须是内核等级 也就是说 只有内核等级的程式码 正确的内核等级程式码 你才可以调用 这个内核等级的 HVLP 的HVLP 行为 来修改 这个EPTE的结构 OK 到这边 目前为止呢 你会说 不对 我们现在遇到大问题了 我们这 左边这张图呢 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经典的攻击模型 就是我们刚刚说 我们可以先挂载一个 脆弱的驱动 然后把脆弱驱动的 程式码内容 改成可读科学执行 并且写上我们的 缺购内容 再截持内核的指针 去执行我们 驱动的程式码 有效地绕过 Kernal Mode ControlForgot 但现在发生了什么问题 像是 我们现在如果 现在想要把 一个挂载到 Kernal Mode的一个 脆弱驱动的 点Data段 把它转换成 可读可执行 这个时候 就会发生 第一个问题 就是 Secure NTOS Kernal会说 你刚刚设置过 EPTE结构说 它的记忆体 脆弱驱动的 这个点Data段 只可读 只可写 不可执行 但是你现在把它 切换成可执行的状态 它就会拒绝你 这个行为 另外一点是 像我们刚刚讲的 HL的指针表 经常被骇客 拿来做截持 通过任意记忆体 写入来控制这张指针表的指针 来控制到我们 Share Code上执行 所以现在这两条路 全部都被微软的 HBCI保护所封死了 这个时候 我们想到一个 最经典的问题 我们通常讲说 如果我们今天 遇到了第一批保护 我们要怎么绕过 那就是用ROP 这个东西 我的胖臣 我的胖超人 Kernal 这个是 Crowstrike的 资深研究员 他就提过了一个问题 他们在讨论 HBCI的时候 讨论到一个问题 他说 你有没有想过 你睡着 我们在user mode底下 可以创建一个执行序 但是这个执行序 是处于睡眠的状态 你有没有考虑过 睡眠状态的执行序 它的stake会在什么位置 因为我们都知道 执行序的堆叠 算不算成是码的一种 不算 但是执行序的堆叠 会控制了 接下来执行序 要走去哪里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 可以先创建一个 暂停住 睡着的执行序 并且把暂停 睡着的执行序 的堆叠上来 我们想要执行的 ROP券 那我们就可以拿来 控制了吗 没有错 那所以 它经过逆向之后 可以看到说 在PS 当任何一个睡着的执行序 它都会踩进去到 这个NT kernel里面 会有个叫做 PS user's ready start up 的函数 它最后会踩到 红框处里面 如果你当前是一个 睡眠中的执行序 就会踩到红框处里面 去等待 未来有任何人 把它叫醒 然后就会插入 APC的排程 那你在睡眠中的执行序 如果你用WinDBG Attach上去 去看它的 Stake状态 你会看到 它在红框处的下一行 就是在堆叠上面的 NTKI APC Interrupt 加0x328 这个位置 在Windows 10到Windows 11 都是固定的一个 记忆体位置 所以 它就说 我只要能够 先创建一个 内核的 内核的 Kernel 我先创建一个 暂停住的执行序 并且 我们去定位 这个0x328的 这个位置 在堆叠上的 哪一个位置 并且我们写入 一旦这个执行序 被恢复运作的时候 就可以控制 就可以执行到 我们写入的 这个新的ROP Gauge 那我们就可以控制 接下来这个 税型的这个执行序 接下来会执行到哪里 所以 整个攻击流程 长得很简单 我们可以在用户模式下 先使用ZW Create a Thread 去创建出一个 暂停的执行序 那这个暂停的执行序 在内核里面会创建出一个暂停的 E Thread的结构体 那它当前会有一个Stack 会卡在我们刚刚讲的 NTPSP User Threader Stop 然后 只要作业系统的 排层工具 一旦检测到有任何新的执行序 或者是要把这个执行序 给咬醒 叫醒的时候 它就会通过APC排层 来把它叫醒 OK 那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 既然我们都可以通过 任意记忆体读 或任意记忆体写 来泄露 我们的 当前这个 那个睡着中的执行序 它的Stack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可以往上去写 写ROP券 那最后呢 就可以达到像这样的效果 那 等一下的POC里面可以看到说 我的 我的POC长得像这样 就可以看到 我是没有提权的状态下 然后去尝试去做 创ROP券 那我当前这个 叫做NT Kernel ROP的这个POC 最后执行起来的时候 可以对 本地最高权限的 Process ID 等于Fall的这个Process 做Open Process 那最后会弹出一个 CMD程式是NT Authority 并且我们是在最新版本的 Core Isolation 完全保护启用的情况下 成功拿下Core Execution 那 整个攻击流程会长得像这样 这截至到 六月底 对 六月底的最新版本的 Windows 11的最新版本 全部上完更新之后的 Core Isolation 已经全部启用 那我们尝试去点开 我们的POC 以低权限的方式打开它 然后 我们攻击完成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尝试使用 Process Hacker工具 去确认 当前我们的POC本身 是Medium Io等级是Medium的状态 那并且 我们把它执行起来之后 把那个暂停住的执行区 叫起来 叫醒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弹窗 这个弹窗是已经被提权过后的 CMD程式 然后我们可以拿到 NT Authority 那同时你可以看到说 明明是一个Medium等级的Process 但是我们却成功地在内核串了 对 串ROP券去执行我们的NT NT Open Process 那成功地对Process ID等于Fall的Process 进行Open Process 那最后呢 我们谈出来的这个CMD 本身是NT Authority的状态 OK 好 那到目前为止你会想说 那微软到此为止没有提供任何的防护吗 有 那其实微软在22H2到23H1之间呢 它推出了一个 其实从Windows 10的20H2之后 它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保护 叫做KCET Kernel Mode的CET防护 那它本质上是Intel提供了一个ShadowStack设计 来防止ROP券的攻击行为 但是这一套攻击手法呢 有诸多的限制 比方说你的CPU必须大于Tiger Lake 就是AMD Zen 3以后 大概在2017年以后的CPU 才有支援这个硬体功能 除此之外有一个很有趣的设计是 你可以看到整个EPTE的转换功能呢 它只允许整台电脑 整一颗晶片 只能有一个人去控制 整台电脑的CPU的EPTE结构 所以变成说 像如果你在租用Amazon 或者是租用Google的云端服务器 可能你想要启用HVCI是不能的 因为你只能选择 你要嘛是VM的host 或者是VM的client 其中一个人启用HVCI 因为整个晶片的EPTE 一次只能一个人使用 除此之外 它这个CPU功能启用的情况下 你的效能大概会掉损 大概60% 所以你只剩下40% 如果你要玩游戏的话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基本上 未来可能我们会希望有一天 这个KCET可以完全的部署 然后效能更好 OK 那讲到目前为止的话 你会说 那对于安全厂商 身为攻击研究人员 你就会想说 那身为安全厂商 只要有侦测到任何挂载的脆弱驱动 基本上就会把脆弱驱动给挡下来嘛 那有没有新的攻击手法呢 那你可以在 看到2020年后的 那个SMB Ghost的动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思考说 像RCE的漏洞 通常都不需要额外挂载新的驱动嘛 为什么 因为RCE的动通常都打既有 Windows作业系统本身就有的脆弱驱动问题 那所以其实像SMB Ghost 也原本是一个RCE的问题 那微软那个时候也出了Patch 但是它Patch有特别提醒你说 它是这个Patch是用来关闭 你对外的RCE的问题 但是没有保护你本地端 所以在当年 这个Patch出来之后 就同一篇又有一个研究人员说 既然你RCE 你不能从Remote打这个 Kernel Mode的任意记忆体写的问题 但我可以在Local打嘛 所以我可以拿来做本地提权 那再来就是在去年的一篇 Windows 11的2H2里面呢 有提到像是 如果你在Windows的User Mode底下 去使用TCP的函数 像是Send Socket Send Receive 这些函数 实际上它会去 它会去通过特殊的 驱动的通道来发起通知 然后它有持着一张指针表 这一张指针表会去呼叫到 AFD.SYS的Driver 那实际上我们的TCP的Library 是在Kernel Mode的 这个AFD.SYS的Driver 可以进行内核等级的 收发TCP IP的资料 以及连线的请求 所以这边又回到了 如果我今天TCP IPLibrary 写的不好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发生TCP IPLive 在Kernel Mode可以让我继续完成 Kernel Mode的记忆体任意读写的问题 那最后就是 大家最好奇的是 那一旦如果未来有一天 HVCI加上KCET 保护全开的情况下 那我这一招是不是不能玩了 好 那其实还是可以玩的 那其实在去年Type of Con的一篇 有提到说 Windows 11 它启用了HVCI的情况下 它推出了一个 为了加速效能 设计了一个新的叫做 IORIN的架构 它可以直接无视 它可以直接无视 你的EPTE 你的Hypervised Level 因为它是通过Hypervised Level 来做设计的 所以你只要可以用 一般的Kernel Mode的任意记忆体写 然后去伪造一个假的 IORIN的资料结构 然后你就可以欺骗 Windows 11的这个IORIN 去帮你用Hypervised Level 来写入记忆体 你一样可以去绕过HVCI OK 那我的演讲到这边 那谢谢大家 好 那因为时间 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们就不开放问题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来台前这边来问讲师 那我们再次感谢Idea带来演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